台湾很多的新闻网站 台湾很多的新闻网站 我随便举了一些新闻网站 他们其实过去老板给的kpi 都是page率 也就是流量要高啊 page率要高 那老实说这是一个vanity vanity number vanity它就是虚弄 它是一个假象的number 并未必代表这个number 这个number高未必代表 你的网站使用者体验是好的 好举个例来说 台湾很多新闻网站 会在下面 同样一篇文章 它才把一篇很长的文章 切成五等份 然后下面有很多 一二三四 page one page two page three 这目的是什么 因为老板要的kpi 就是page you 高吧 那下面团队注释 你就说OK好 我投老板所好 我为了拿到我的联统厂金 为了拿到很好的绩效 我在下面把同样的文章 切成五等份 好你想想看 刚刚你在手机看一篇文章 看得非常精彩的时候 你要往下看的时候 它为什么不是自动跑出来 而是要你去按第二页 按第二页老实说 我的手常常抽筋 而且常常造成我的 那个 这个 这叫什么 手肘的关节 非常非常的爽痛 不提提使用者 但是问题是台湾的kpi 就是这样子 过去网站的实纹就是page view 但是page view 就在一个电子上里面 真的非常重要吗 那那是sir 裁判上你的目标是sir 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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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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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